《新冠肺炎的启示》 各位好 我分享的题目是 新冠肺炎的启示 当前新冠病毒试炼全球 5亿人得病 超过600万人死亡 人人在恐惧中 不知厄运随时地会来到 经过两年的抗疫 从目前对疫情的理解 我们可以学到几点的功课 第一 人类原是脆弱的 当科学发展到巅峰的时候 所造成的问题就越大 摔下来也越重 最好还是谦卑一点 不要忽视上帝是应当被尊重的 第二 人类还是一个群体 上帝看亚当犯罪 就等于全体人类都犯了罪 因为人类会互相影响 正如病毒会传染一样 隔离也只是暂时的举动 第三 人类应当是平等 病毒并没有选择人类 年龄 教育程度 经济的状况 只有传道和没传道的区别 第四 人类的寿命是有限的 年纪越大的人身体免疫功能下降 得病以后存活率也降低 因为东西都是越用越旧 人体也是如此 最终所有的人都难逃死亡的命运 第五 人体的健康要自己负责 每个人都有照顾好自己身体的责任 任意的破坏 或是不注意饮食和运动 这等于是自呛 不能怪罪给其他的人 第六 人类要有效的利用资源 一个价钱低微的口罩 到救命的时刻 却显得如此的重要 可见东西的价钱 不能决定一切 不要因为便宜就不当回事 我们不当浪费任何的资源 第七 人们应当分清楚 生活先后的次序 等到得了病毒 必须被隔离的时候 才知道和家人在一起的可贵 那不是钱可以买到的 第八 人们要想明白 什么是最重要的 到时候 民车不能开 飞机不能飞 豪宅不能住 股票不能卖 才明白生命的可贵 第九 人们应当理解 友谊的可贵 连坐在一起喝咖啡 都不可能的时候 才体会到孤独的可怕 朋友的安慰 是何等的珍贵 第十 人们不可忽略 永恒的真实 上帝不照 用了极丢的东西 每个灵魂都得回到 照他的主宰面前 问题是 你预备好了吗 新冠病毒不可怕 可怕的是 人类一再重复的犯错 而不肯悔改 我们不可轻看 神允许的灾难 他行事 都是有目的的 病毒虽然小 小得几乎看不见 却能够启发我们 思考人生的大道理 求主帮助我们 谢谢 感谢观看